近日著名公夫皇帝李連傑,為自己的愛妻立至姜竹六十大仇,從公開的照片中可以看道,李連傑和大女人喝酒澎杯,氣氛十分和涵融合,而作為壽星的勵志卻不現蹤影。 去年李連傑給勵志慶祝生日的時候,我們罕見了他和兩位女人的照片,身為昔日的港者冠軍,例子一度以高顏值在香港娛樂圈著青,如今歲月流逝也難掩衰老知識,而更被人遵遵落到的, 算是他和賭王的一段說不清,道不明的情感苟葛,有全民賭王一度想立麗之遺設,然而賭王的四太良安期從中左右,才導致賭王沒有餘緣。 1989年,李連傑在拍攝龍在天涯時認識了離子,從此便對他痴迷不已,值得一提的是,彼時的李連傑剛和王秋彥列婚兩年,認識離子,那一年,他和王秋彥的小女人李台密剛出生,在女人上年幼, 婚姻關係上傳的情況下,李連傑不管不顧的愛上了離子,聽和他私底下定下了十年之約,為了離子,李連傑揚言可以不要命不要離,甚至可以為他去死,愛上禮之後,李連傑每天都熱血沸騰。 我知道哪個時愛,所以我會回過頭來對我原來的妻子說,對不起我錯了,我找到了真正的愛,王秋彥看見李連傑為了離子,已經痴迷到這種地步時,他知道他們的婚姻走到了盡頭,李連傑也知道自己錯了,所以在物質方面,他盡可能未保前妻王秋彥,他甚至承諾我把我所有擁有的展,一切補償給你。 我帶兩個孩子,1991年李連傑如願和王秋彥離婚,至於他承諾的展保上有沒有落實。 我們不得而知,只知道王秋彥離婚後,選擇自己一個人戴著兩個女人,在美國艱難度日,甚至住了十年的貧民忽地下室,此後無論李連傑的名聲多大,都與王秋彥無關了, 謝魔多年,王秋彥也從來沒有生過李連傑的熱度,更沒有說過他一個不治,離婚後恢復單身的李連傑,沒有馬上和麗之列婚,因為他們之間船有個十年之約。 李連傑說,兩人剛剛相愛時有激情,但隨著時間的流逝,相約十年後,如果兩人依然保持戀愛的激情,再結婚不久之後,麗之受要參加一場慈善晚距,新婚不久的倒王為了和麗之跳一支舞, 隨手捐了三十脈,隨後兩人十指緊繳,賭王手握勵志的妖姿,在武池中他們有說有笑,畫面頗為曖昧,隨著兩人親密照片登上報紙,各種非文博面而來,賭王的二太太,與剛進門的四太太梁安琪迅速聯手,他們知道勵志不近有美貌,也很聰明,這樣的女人進了家門,必然繪成為心腹大患,於是二太太南琴應佛報了封曬令,而四太太安琪的做法就更絕了。 他借著一位高人之口,對賭王說如果再取妻,恐怕會影響何先生的生意和運勢,這種事情即便賭王不信,但立心也難免繪忌諱,所以他就斬斷了與勵志的關係。 面對兩位太太的聯手,勵志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,所以只好跑到國外被封頭,而他借一走,媒體又給他安上了很多麻名,身心俱疲的勵志決定退,出娛樂圈,拿著即速投資房地產,剛開始行情很好,勵志賺了個盆滿撥滿,讓他感受到了久違的協議。 可就在他把所有剪刀集進去,想要大賺一筆的時候,行情突變,一夜之間勵志背上了六千多馬的債務,就在勵志陷入絕境的時候,李連傑出現了,李連傑得知勵志欠下巨款,就跑去找向華強夫妻談條件,以兩年拍六部片子為代界,換來了七千二百馬的片酬,替勵志解決了麻煩,面對如此愛護自己的男人。 勵志動了心,李連傑終於抱得了美人貴,可就在兩人容情物異的時候,麻煩事又來了,1994年李連傑的公司投資的精武英雄,票房巨虧,上映十幾天就慘租下架,因為觀眾無法接受,劇中的震真去日本留學的劇情,他們心中的震真只有李小龍一個,經過這件事,李連傑的正東影業倒閉了,一夜之間又變成了窮光膽,而勵志卻沒有嫌棄他,船特別正重的對手。 他說,男人就該出去拼一拼,如果你拼殘廢了,下半輩子我讓你,有了勵志的鼓勵,李連傑開始瘋狂拍戲,可在和關之林拍《冒險王》的時候,卻突然傳出飛聞,關之林一直把李連傑當作偶像,而且他一直是富豪太太們的噩夢,所以聽到兩人有飛聞,勵志獨時傷心不已,定了機票就要去美國,李連傑使出滾身解數才把他控好,此後再也不敢和美女拍襯密輝, 一年之後他就轉戰好萊塢,隨著他在好萊塢站住了國後,兩人也終於裂了婚,很快立致懷了人,李連傑立刻放棄如日中天的事而開,此全程陪伴老婆,借就讓他錯失多部好萊塢大片,其中也包括我虎藏龍,你安慰他兩身定制的角色。 最終落到了周潤佛的頭上,隨著李連傑片酬越來越高,很快他就擁有了二十億的財富,他把所有的剪都給了勵志打利,重妻狂魔的他,公開表示我願意為他付出一切,包括生命,如今的他疾病前身,看起黎倉老無比,就連被他大七歲的成龍,看起來都被他年輕,失去了風彩的他, 被網友調刊視背叛前妻的報應,此前,向太陳藍曬出一段李連傑的視頻,正是李連傑祝賀鎮藍直播成功,一時間也是引起不少人的圍觀和熱議,因為這一次,鎮藍可視曬出了超多名人大家,影響力超強,畫面中的李連傑身穿黑色衣服,換了新佛形,顯得年輕一聲,不過不少網友們卻指出,李連傑臉暴水中的十分賴害,並且無樣變化超大,不少粉絲們都表示, 差一點沒認出來這就是李連傑,看來李連傑的變化船真的是很大了,同時李連傑的撥紙也是非常粗壯,不少網友們都擔憂,李連傑是不是舊疾浮發了,因為之前李連傑就是甲狀腺疾病,所以才印退休息幾年,如今看到李連傑撥紙船是那麼粗大,所以不少網友們都在詢問,李連傑的狀態如何,而最近這幾年,關於李連傑在網上傳的最多的消息,無非就是重病和性, 一方面是他淡出演藝圈很多年了,另一方面是他的身體狀況確實很不好,這也是很多人有目共睹的事,其中讓人印象最深刻,的一幕那就是多年前,李連傑去拉撒佛苗去朝聖,被當地藏族同胞蟲子苗裡頭參乎著,慢慢走出來,面對鏡頭露出了老者搬慈牆的微笑。 當時很多人都覺得他命不久矣,看上去都快要由盡敦敷了,但凡熟悉李連傑的人應該都知道,他是一個虔誠的佛教信徒,要不然也就不愧出現一以天諸的梗。 至於李連傑當年為何要去西藏朝聖,很大一部分原因,就是因為自己身體不好,希望能夠通過朝聖的方式,以求得佛祖的保佑和消災,免除病痛的折磨。 實際上,當時李連傑病情加重是有原因的,因為在十多年前的時候,他就幻想了甲狀腺機能抗進症,哪個時候他並沒有馬上停工治病,因為有氣藥在身,不敢違約,後來只能通過吃大量的惡物,來控制病情,加上因為有腿傷,一度傳出的依靠輪椅行動,可視他這個病是需要靜讓的,但是他拍的大部分都是高強度的氣,也就導致了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。 身體機能也大幅下降,從而損害到了心臟功能,而過度衰老就是最好的證明。 而在近日,據外媒報導,著名演運李連傑因病去世,拼佈出靈堂照片,外媒稱李連傑幻想華癌後不幸去世,十分遺憾,拼出了李連傑去世靈堂的照片,現場照片十分模糊,無法確定照片真假,也無法確定是不是本人。 李連傑,近幾年確實不曾出現在大眾眼前,先前李連傑罕現露眠,自報自己得過甲狀線,所以上被傳去世,看起黎身體狀態也不太好根知,前相比衰老了不少,不過李連傑去世之事為謠言。 據知情人士透露,該靈堂照片為李連傑而歌,目前李連傑正在國外定居,經常和孩子們一起遊玩,可以說李連傑現在的生活狠視協議。 前幾天旋曬出了和洋子瓶合影的畫面,畫面中的李連傑身材有點發揮,也是老太盡顯,畢竟已經是五十九歲的人。 網友們都表示,只要李連傑健康開心就好,李連傑如今很少街拍影視作品,主要就是在國外陪伴妻子和孩子。 例子很少露面,李連傑的兩個孩子倒是狠活蹟,時常在社交網站上,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學習。 網友們都表示,兩個孩子繼承了李連傑的美貌和才華,在學校都是有名的膠製花,也是學習成績良好的優等生。 李雲杰偶爾還他和孩子們一起去拜訪寺苗,可以說李連傑走遍了很多地方,都他到當地的寺苗去參觀,旋分享如當地人的合影,十分的歡樂。 所以網友們都表示,李連傑的晚年生活真的是令人羨慕,五十九歲李連傑罕宴近趙,臉布水腫模樣大便,而此舊疾腹佛人擔憂,期待李連傑能夠有新作品出現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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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